今天早上所要常講的信息是 幽暗中的盼望 親愛的弟兄姐妹 平安 這個主日 11 月 30 日 我覺得滿特別的 第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不同剛才黃昭昂的禱告當中所說的 昨天大家 有的人在電視機前面 應該過著一個很緊張 很刺激的心情 但在選舉結束之下 我們心要回歸平靜 回歸正常生活 基督徒更應該 也為了選出來的候選人 或是政府首長他們有從 上帝來的智慧愛心來治理 來承擔這個職份 同時怎樣 我們也繼續為我們台灣來禱告 第二個我覺得特別的地方是怎麼樣 今天 11 月 30 日過了禮拜一 所以 12 月 1 日開始就表示怎麼樣 在職場上我們是歲末了 歲末的話可能是又更忙碌 對學生而言呢 12 月也代表檢視我這一整年來的學習 像昨天在跟幾個年輕人 他們分享他們學校校園的生活 12 月的確 課業就慢慢的更重了 然後要考試 要接受各式各樣的測驗 第三個特別的地方是 今天 對教會的年齡來講 對我們信仰來講 今天是 我們一想到 12 月開始就是什麼 聖誕節 對 聖誕節 那今天這個主日很特別的是 由教會年齡來講 今天是代將節的第一個節日 代將節的第一個節日 我們通常都患患患患的過聖誕節 我們沒有想到這個主日開始就是代將節 不只是想到歡慶的喜樂的聖誕節的活動 同時我們要開始去思想去 用一個謹慎 用一個安靜的態度去思想 去迎接上帝 透過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 因為祂的犧牲會能帶來救贖的生命 那這時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阿倫的父 我們向祢獻上感謝 主 使得今天早晨是一個 你所定的日子 今天的早晨是一個奇妙的日子 今天的早晨也是你 祝福我們的日子 主 向祢獻上感謝 這時我們來相互學習祢的真理 祢使傳講的 聆聽的 都同蒙祢的恩典 我們再讓祷告的是 共主耶穌的聖明祈求 剛才我們從黃長老的經文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這段經文 在整個舊約的彌賽亞的御元裡面 這一個是滿著名的一個御元 他不但是在新約當中有被引用 甚至學音樂的人都知道 音樂家也藉由這一段經節 他去譜出很有名的聖樂出來 這我們都很清楚 那我們可以從第一章到第八章前面的這幾章 可以看到他其實是一直在描述整個黑暗的時代 那以賽亞先知認為怎麼樣子 他認為說我們在神聖的祖才城面前 我們應該是一個謙卑 是一個順服的態度 我拿一下我的那個 是一個謙卑順 順服的態度 就如同我們剛才一起公道的一樣 是應該用謙卑順服 誠心的依靠 甚至怎麼樣子 單單竟會信靠他 但是呢 歷史告訴我們真是這樣子嗎 不是喔 以色列人他們自信自義 所以他們在他們的信仰裡面 他們混雜了自己的信仰 所以最後是他們怎麼樣子 必須要仰賴外國的列強 在這一個經文的背景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仰賴外國的列強 甚至其他的神明 最後是怎麼樣子 接受了混雜了信仰 自己跟其他的信仰的時候 最後是全盤的接受外面的信仰 結果呢 結果是怎麼樣子 我們都知道 以色列人他們的根源是神 一旦你脫離了這個根源之後 整個黑暗就臨到 這是前幾章的敘述 但是呢 從這個第九章的開始 這邊有提到說 雖然黑暗臨到 但是他們不再苦惱 因為怎麼樣子 這個彌賽亞先知 將要帶來一個平安跟喜樂在這章中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一段的經文 這一段經文的先知 他其實歷經了三個王的背景 從歷代至下的十五章 如果有帶聖經人就可以知道 從歷代至下十五章 他歷經三個王的背景 下一章 他歷經三個時代 他歷經約坦王 亞哈斯王 還有什麼 那個王的那一章 王的年代那一章 他歷經三個年代 約坦王 亞哈斯王 跟西西迦王 所以呢 在先知他在這一段的預言裡面呢 他 一看開始 他就被 在九章六節這邊講說 他是一個奇妙的測試 我們可以說 奇妙的測試是什麼 奇妙測試這可能暗示著說 他是一個智慧有知識的靈 充滿在他的裡面 甚至怎麼樣子 他擁有當時軍王 在管理 我們都知道 不論是當時的軍王 或現在的政府首長 他要治理國家的話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有 過人的處理政治方面的技巧 在這個裡面 奇妙的測試是講說 他比這些當時的在位者 超過當時在位者的管理政治技巧 全能的神 同時也代表什麼 除了他的謀認之外 他也可以抵擋 怎麼樣子 他也可以抵擋 勢力 抵擋屬靈黑暗的勢力 同時會怎麼樣 會受壓迫的人 他們有一個征戰 那永在的父呢 永在的父我們可以提到的是什麼 永在的父是指 在信他裡面的人 具有一個保護 如同腹肌 我們想到父親跟我們關係 又可能就是 如果是正常之下 就是一個保護 慈愛的一個關係在裡面 但是這裡應許了 我們這樣的關係 是永恆 永遠的關係 甚至呢 他也講到說 他要來的建立的國度是怎麼樣子 是要使當時的百姓 他的生活是很安定很繁榮的 所以這個新生的王 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 他是一種希望 而是那種希望是建立在哪裡 是建立在一個 智慧能力 慈愛 公益 這幾個面向來做領導 我們可以想像喔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 可能是在戰場上 怎麼樣子 死傷 甚至是 在那個時候是外強侵略 常常要戰爭的地方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他可能是一個怎麼樣子 是一個民不聊生 是一個常常必須要在戰場上 打仗的一個畫面 我們可以在這邊 可以去再想像說 其實 那樣的畫面 我們可以想像說 其實上帝的選民是怎麼樣子 上帝的選民是怎麼樣 是做 是做 做困仇誠 是仇雲產物的 可是在第九章的第四節跟五節 上帝卻怎麼樣說 上帝卻說什麼 上帝卻說 上帝卻說 他們所負的重丹和肩上的惡 怎麼樣 還有欺壓他們的百姓 都已經折斷了 就如同米店的日子一樣 我們知道 他們打仗的時候 怎麼樣子 通常都是 有時候是敗仗 但是在這邊 上帝用他們過往的經驗 來告訴他們 你們肩上所負的惡 我已經為你們承擔 甚至折斷了 那在九章第五節裡面 有提到 提到的是什麼 在下面幾張的泡沫 在九章第五節甚至提到的是什麼 提到的是 戰士在亂殺之間 怎麼樣子 那個戰爭畫面 畫面怎麼樣子 他們所穿戴的盔甲 你想 那個是可以保護自己的 去免於受傷的 還可以去欺負別人 侵略別人 但是在九章第五節這邊都提到說 那些東西都要變成可燒的 都要當成火柴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見說 耶穌的誕生去告訴當時的選民 是怎麼樣子 是為我們帶來平安 並且在那個很混亂的場面 混亂的國度之下 去跟他們講說 我的國度是有公平有公義的 這樣的應應許 對你想想 當時候一個戰亂的環境 一個可能 連政府都沒有辦法 保護他們的一個環境底下 是一個很大的盼望 而這樣的盼望是怎麼樣 除去裡面的羞辱 除去他們肩上的惡 甚至是可以安慰 會照亮當時候百姓內裡的心 那我們可以常常聽到說 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這一句話 以馬內利這一句話就是 你與我同在 上帝在說出這一段話的時候 他沒有用魔術棒這樣揮一揮 以馬內利 你與我同在 就使那種邪惡苦難消失 沒有 我們在這整個信仰裡面 我們看見什麼 看見在約翰福音的一章十四節裡面 看到一個很經典的話語裡面 來講說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風風滿滿 充滿真理跟恩典 上帝是大有全能的 但是他沒有用一個 瞬間揮灑的效果 而是他去一步一步的 道成肉物身 住在我們的中間裡面 我們可以說 當時候他的環境是 處於在一個外強侵略 甚至怎麼樣子 被征服 被前置的環境之下 他不是用那種 全能者的方式的姿態 而是用最脆弱的方式 進入我們的歷史裡面 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耶穌怎麼樣子 耶穌用很小規模 而且直接面對面的方式 來去傳揚他的福音 我們可以知道 在新約有很多的故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怎麼樣子 他直接與當時候 受捕的百姓 在那些受捕的人群當中裡面 行走 他行走在哪裡 他行走在乞丐裡當中 行走在瞎眼 行走在瘸腿 甚至行走在血氣 枯乾的人裡面 他安慰什麼 他安慰可能在避世大使 已經生病三十八年 已經沒有盼望的人了 你想想一個人生病三十八年 不只是肉體的折磨 他的心靈可能是更大更大的折磨 耶穌行走在這些人裡面 或許我們會說 我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沒有生這樣的病 但是我們都跟當時的人 都跟這些人 有同樣的不一樣的困境 但是我們都有同樣的盼望 在裡面 只是我們的處境化不同 每個人的處境化不同的 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 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能夠希望上帝 希望透過耶穌基督 來伸出 伸出 伸出我們的手 就像當時候 在避世當時的病人做的一樣 當時他在那些 乞丐瘸腿下癢的人一樣 去走進我們的裡面 無助甚至受困 受傷的心靈 那我們可以說 我們生活或許當中 有很多的重擔 甚至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明白的 困境在我們裡面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在自己的處境化裡面 去跟耶穌相遇 盧馬書上有提到的說 無論是高處或者是低處 或者是別的受照顧 都不能叫我們 與上帝的神的愛得絕 這個愛是在主耶穌基督裡的 像聖經的話語 這樣子豐豐呼呼的應許我們 無論我們處在什麼樣的情況 無論我們是在高處 是在低處 是在別的受照之路 都不能叫我們隔絕與神的愛 這是我們也可以在 約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節裡面 有看見的是什麼 有看見的是 他說了 他這樣說 我們在世上 我們都有不同的苦難 但是 他在這段經文裡面 他應許我們說 我們已經勝了 他應許我們說 你們可以放心 因為我已經勝了這個世界 我有說過 我們要學習在基督裡面 過安歇的生活 因為安歇跟休息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休息 我們有可能是會 越休息越累 但是當我們是聚焦 當我們聚焦在耶穌基督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壓力當中 去保持一個平靜 在壓力當中去保持一個安穩的生活 去面對各式各樣的處境 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Paul Point 有一個 喬治馬德森 這個人 他是1842年生的 他是一個蘇格蘭的神學家 也是一個傳教師 他出生在格拉斯格 是一個商人的孩子 那其實他在念書的時候 他在20歲的時候 就已經整個完全的失明 但是怎麼樣子 他能夠堅定的去依靠主 去完成他的學位 以至於他最後 他不只是拿到神學 他也是精通歷史 甚至怎麼樣子 他到在1879年的時候 他有完成整個神學教育的裝備 然後在艾利法成為一個神學博士的學位 那我們可以看見 在一個這樣子 20歲就失明 但是卻成為上帝使用的器 成為傳扬上帝真理的人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這邊的圖 今天圖都沒有跑出來 圖是他的那個 他說了一句 很好的話 帶著盼望等候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當我們 甚至我們在等候這個盼望的時候 就能夠去彰顯真正的耐心 有沒有可能 其實我們要決定說 我們是有盼望 我們是有盼望 其實是困難的 若不是基督在我們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等候這個盼望 是透過耶穌基督來帶領我們 來帶領我們 往一層一層一層 更向上的環境 是耶穌基督這個看起來 不是用全能者的方式 是以卑微 謙卑的方式 一層一層一層 帶領我們 如同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一樣 他要折斷我們肩上的惡 這個神學家他講的很有道理 要等候盼望 有時候是困難的 但是如果沒有耶穌基督這個奇妙的測試 帶領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平靜安穩的 面對我們的生活 面對我們的生命 你想想看他的生命 在二十歲就已經失明 但是上帝透過他 卻成就奇妙的事 也透過他 讓他的生命 更顯出他的奇妙 這時我們同情來禱告 賞絲盼望的主 我們謝謝你 在我們歡心快樂的 來慶祝我們聖誕節的活動 主讓我們再一次 來到你的面前思想 若不是你救贖性的恩典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去面對 我們生活當中的 各式各樣的壓力 各式各樣的重擔 但是因為你 救贖性的恩典 因為你的奇妙 使我們在這一整年度 我們再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經歷你活活 信實的帶領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主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謝謝你 謝謝你 為我們承擔 我們不能承擔的事 主我們要向你說 你是我們永遠的父母 你是全民的神 你是奇妙的測試 我們這樣禱告 是公主耶穌的聖名 我們 我們用奇妙測試 這一首來回應 耶穌對我們的愛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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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個藤志 平常的誠實 你明是耶穌 腳矛的雙手 靈活奏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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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 你明是耶稣 瞭瞭的雙手 比我逃脚路 你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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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是обр.'" 你明明是耶稣 瞭瞭的雙手 比我逃脚路 你明明是耶稣 瞭瞭的雙手 比我逃脚路 巧妙的双手 引我走着路 奇妙的救世 你是耶稣 巧妙的双手 引我走着路 奇妙的救世 你是耶稣 像是命爱与救手 此爱与共义 我的礼貌做得及 有没有心拳 我一天太累了 有没有心拳 我最爱你 代言的是 mission 再一次告诉上耶稣说你是我心酸 你会议是我心酸 你的人管或别无法处 engines操作新年龙 我生命中 你身重是耶稣 祝我永遠會舒服 親愛耶穌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主事的 謝謝你在我們各式各樣的狀況當中 你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主 我們向你再次的向你說 主 你是我們心所愛你的 主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主 我們要在這裡再次的向你說 主 你一萬五 別五 所愛你的 主 願你的愛更深更深地吸引我們 在這個代降的節期裡面 讓我們用謹慎 讓我們用謹慎的態度 來歡迎你 聖過 來歡慶 節日 主 幫助我們用一個謹慎的態度 在這個代降前期去思想 你奇妙的作為 在我們這一整年度的當中 細細的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跨越我們所不能跨越的 帶領我們自由 我們認為我們在幽暗的環境當中 但是你卻一步一步 奇妙的引到我們 謝謝你 我們再一次的向你說 主啊 你是活潑信實的上 你是活潑信實的神 謝謝你 謝謝你是我們 隨時的幫助我們 永遠的盼望 主 我們再一次的 在這個歲末的年制裡面 再一次的說 主我們的生命 邀請你 進入到我們裡面來 更新我們 轉化我們 成為合理心理的門徒 並將祷告是公主耶穌的聖命 祈求阿曼的人 祈求阿曼 祈求阿曼